张华市区这间卖场的停车场 经过警方的机查取缔 不少车子都乖乖停在停车阁里 但还是有几台车只停一半 或是直接大喇喇的将整台车停在人行道上 回顾前几天现场的停车乱象长这样 整排汽车停在停车阁里 却只停了一半 车身一半停在停车阁 一半则停在马路上 为什么要这样停车 原来是民众太小便宜 不想往前停号 触动停车阁的地索 这样就能省下一个小时 二十元的停车费 这辆白色轿车同样将车子只停一半 为了解决现场霸王车的乱象 彰化警方二十九号上午 会同事工所人员到场会刊 确认马路的区域属于人行道 只要车子停一半 卡在人行道上 就会挨罚六百元到一千两百元的罚还 警方到场会刊的当下 还是有民众无视警方在场 照旧将车子只停一半 就下车购物 当场被警方开单 你就是要按照规定来拿 你差到多少钱包 设置这样子的规划就一定会比较明确 不能为了这样省这种钱 然后你就妨碍到有人想要挺的权益 彰化限定的停车骑警引发议论 警方说要解决停车乱象 会继续加强巡逻取缔 提醒民众千万别贪图一时方便 因小事大 华人选人们杨宗与谢综艺帐号报导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